這就是甘蔗酒 現在他是83歲 所以這個320年裡面 有甜的味道 味道不是很濃厚 三百年的餅乾 三百年前的配方到至今都沒有變這樣 包裝變 吃甜點啦 國家太大所以投票一個月 然後電視一直在播暴動 這怎麼回事啊 還是在家裡 在這個地方 和雞的地方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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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這個是印度當地的食物 我們就來試試看 裡面包的是咖哩 但是對於台灣人來講 早餐這樣子有點太油了 你看他們在上面睡覺 叫做食物 對於把它的食物 看起來 不看起來 這是綠豆去跳殼 這個要養而已 然後夾上鹽 那你看它這裡有一個綠色的標誌 就代表它的素質 然後裡面就是長這樣 這裡已經不適合了 所以沒有鱷魚 這邊靠 小小堪神 上面是老虎堡 大黑天在佛羅門教是 言倫王 然後日本就變成佛神 中國所學的佛教 是從佛羅門教延伸的 好 這裡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 所以呢 台灣呢 或者大陸呢 早期的佛像 你有看到它 那它留鬍子啊 我不是有說過 但是後面呢 越來越像 中國人 或台灣人 或者是我們的印象之後 鬍子就不見 所以呢 我可能跟其他的貴賓說 關營大師是男方 男方的 後面講 東文是男方的 我是男方的 這個呢 就像個人的觀點 地下皇宮 就是你們在這邊要看到 就是這個小皇宮啊 就是叫那個地下皇宮 然後它的建築方塊有一天 但是我們昨天 在湖泊堡啊 要看一個出水的地方嘛 就是要階梯啊 然後中間就是裝水啊 所以它的那個建築方塊跟昨天的很像 就是以前呢 在這邊有一個那個印度教的國王 就是七世紀的時候 但是他要關進這個小郭的時候 每一年那個土耳其人呢 他們要入侵他的小郭 然後這個國王 每一年你要賺多少錢呢 都被那個土耳其人搶走 因為以前是土耳其人 他們要入侵領土 他們的目的不是將領印度 他們的目的是 只有那個入侵這些小郭 然後把這些國王的錢 就搶走啊 所以這個國王發現了 他每一年你要賺多少錢呢 都是要被這些土耳其人搶走 所以他要想一個辦法 他是想 就是如果以後那個土耳其人 你要入侵他的小郭 他就是那個在他的房屋下面呢 還要改一個那個地小房屋 然後把所有的那個錢 帶下去 那個地小房屋 然後直接是那個藏起來了 但是那個他不想 那個他不相信老百姓啊 他想就是如果老百姓 要知道他的這個計劃 就可能土耳其人來的時候 會跟土耳其人講 就是那個國王在那個地小房屋裡面 就躲起來了 所以他沒有跟任何的人講 然後你們等一下你們會看到 是中間就是要那個裝水啊 中間這些裝水的這個地方 是他的地小房屋的屋頂 就是他的屋頂啊 他的屋頂好像是有一個那個 游泳池那種 所以他的屋頂上就是可以裝水啊 然後那個下面就是他要改這個 地小房屋 然後那個 兩邊他要改這些階梯啊 他故意要改這些階梯啊 老百姓以為啊 是這邊是那個為了缺水啊 國王就是玩一個那個水井 但是他們不知道是那個 裝水的這個地方 實際上不是那個水井啊 這個是那個地小房屋的屋頂 所以那個老百姓就每天 要帶那個容器 要打水啊 但是他們不知道就是那個 下面有一個那個黃空啊 所以以後那個屋頂來的時候啊 他們每一次要入侵他的小房 他們就看那個 他的黃空是空空的 連一個人都沒有 國王也不在 保諾也不在啊 他也沒有什麼錢啊 既然是那個屋頂要入侵他的小房 就是兩三年以後啊 他們就要放棄啊 然後每一次就看到是 那個國王不在黃空啊 那也沒有什麼錢啊 所以以後就是 突然沒有那個入侵他的這個小房 所以這樣是 他要改一個地小黃空 要保護他的這個錢啊 而 三年那個這個部分呢 就全部以前是在那個地下 我們印度人也不知道 是在這邊有這個黃空啊 有一個那個 英國考古學家 他是1919年 就從地下就是要發掘出來 這個黃空啊 然後當他發掘出來的時候 他就發現了 這個黃空裡面有很多神像 所以這個英國考古學家 就覺得是 肯定是他的附近 一定會有那個一個寺廟啊 因為為什麼在這裡 要找到那麼多神像 所以過了兩年以後 1921年 就是他們在隔壁 還有那個判決出來 有一個那個印度女神像 所以你們在這邊先拍照以後啊 你們可以過去那邊 也可以拍這個那個寺廟啊 就好了啊 沒 confident 你都 gobierno 好像是因為那種程式 работcan 那種都很容易 那種都天誰 已經完結了 把這經紀再重整綫 是隆mented 請注意我們 發掘位 在外音的 dawn 好,要脫鞋我就不上去了,那個腳會燙爆 有這個把照片合得 springing 這愣 Cob all up 這個縣長的是一間戶 Market 休息一下 冰冷冰 抹茶 冰冷冰 我把水都喝了 我在这边都喝了 哦 这个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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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 是誰?